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ython3 今天咱们的主题 大家请看 创建使用类 为什么要创建类 为什么要使用类 为什么要做面向对象的编程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 首先说当今咱们系统开发过程中 几乎99.99%都是面向对象的编程 都要用到类的概念 因为咱们仅仅是面向函数编程 不适合咱们做大型系统的维护 那么咱们需要把系统中各个的功能 拆成各个小模块 抽象到类里面去 然后咱们构建大的系统 那么类的概念是非常的重要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 定义和创建类 第二 使用类以及使用类的属性 都该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咱们一点点做 好 咱们看实在演习 上一期是这样 上一期我是把这个方法抽象到模块当中去 今后咱们把类也能够抽象到外部的文件 外部的模块 该怎么做 今后我会给您讲解 不要着急 今天咱们先做简单的类定义以及类使用 好 咱们看怎么做 我这下个文件 大家请稍等 test.python 然后 我把这个代码考过来 今天咱们还是拿球员NBA的球员举例子 老规矩 左边是代码 右边是运行 结果咱们先看我如何定义类 注意看 class class是什么 类吗 类名叫什么 player 球员 然后这加上一个小括号 再加一个冒号 这个就定义了类的函数体 会叫类体吧 函数体也不像 类的内容体 好吧 在类的内容体里面 大家注意看 我这定义了三个方法 第一 大家请看 这第一方法看起来很别扭是吧 怎么别扭 注意看 我的方法名叫做下化线 下化线 两个下化线 然后是INIT 然后再跟两个下化线结束 这就是类的干什么 特殊函数 什么函数 初始化 构造器函数 这函数干什么用的 它用于初始化类 用于初始化类的各种属性以及变量 它是非常重要 没有之意 然后注意看 在python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什么地方 它所有方法的第一个参数 必须是self 是自己 换句话说 这python我感觉啊 它是从面向过程 面向函数的编程方式 过渡到面向对象的编程的 所以说呢 它在各个函数的第一参数中 强行加了一个self 咱就理解吧 我做python编程 我定义python类的时候 第一个方法的参数 必须是self 死记就可以 好 构造器自然解不例外 第一个参数是self 然后我定义两个方法 第一个参数都是self 然后呢 构造器 我除了这个self之外 我还传一个 我的属性 我的类属性 name 可以吧 当然可以 OK 然后在这里面 我把这个self的name属性 附成咱们参数的name 这行什么意思 self啊 为什么每个函数都有它 是因为 这个self就代表类本身 我可以通过这个self变量 使用到 或者说是调用到 参照到这个类里面的 各种各样的属性 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可以 它相当于是类的模板级的变量 相当于this 这么理解就可以啊 好 我定义了一个构造器 没有问题吧 我传了一个name 然后把这个name呢 附给类的模板级的name变量 没有问题吧 OK 这就是咱们简单的类的构造器 如果你说我还听不明白 没关系 咱用手看代码 看运行结果 第二 我定一个say hello 问好函数 对吧 第一个参数没说的 还是self 是自己 然后怎么用 注意看 我这个say hello里面 仅仅是打印了一行message 怎么打印 Hello Hello谁 注意看 self.name self刚才跟你说什么 是模板级变量 对吧 这模板级变量里有一个name属性 这个name属性是谁 是哪过来的 就是这个地方 构造器过来的 如果咱们没有这个self了 那么我怎么引用到这个类的模板级的这个name属性呢 引用不到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咱们可以引用到 没有问题吧 然后我再给 因为这name 咱们是一个字符串性 所以我再用一下它的title的方法 没有问题 所以说咱们say hello 这个函数的内容 就是在屏幕上打印一行message 然后这行message里面 其中的这个地方 引用到了类的模板级的变量 name 就可以 OK 接下来咱们是一个普通的 普通的非常正常的 没有任何参数的一个函数 干什么 仅仅是说我是一名球员 没问题吧 咱们定义三个函数 然后呢 怎么用 怎么使用这类的三个函数呢 注意看 我这定义了一个NBA的球员 库里 没问题吧 变相 对象名叫做curry 库里 然后呢 注意看 我player 这是我的类名 然后呢 我这要传一个参数 curry 对吧 这个curry是谁 这个参数是谁 它是字符串吗 它是谁 它就是init里面的这个name 构造器嘛 类名后面根的这个括号 就是这个类的构造器 这构造器里面的参数 就是这个name参数 第一个参数 serve 咱们不用传 注意 咱们不用传啊 它是隐形参数 OK 这样的话呢 咱们就相当于是说 实力化了一个player对象 那么既然实力化之后 咱们就能够使用到这个对象的属性 以及方法该怎么用 看下这个 print 谁 curry 这个对象里面的点name属性 就能够用到 这点name是哪来的 就这地方 动态赋语的 换句话说 咱们构造器的这行就代表了 咱们为这个类动态定义了一个name属性 那么咱们在外面 因为咱们定义了name属性 自然就可以引用到 没问题吧 这地方呢 会输出 接下来 curry 这个对象的实力呢 还能引用到say hello的方法 以及这个自我介绍 intro的方法 都能引用到 没问题吧 这就是今天咱们代码内容啊 好 咱们空口无评 马上运行啊 看一下结果 试一下啊 python test 回车 注意看 输出了吧 第一个输出了curry 为什么输出 是这个地方吗 print打印了curry的.name 它的名字吗 为什么 因为咱们在构造器中 进行构造器了吗 进行默认值的复制了吗 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地方能够输出curry.name 没问题 这个name 就是 这个name 就是 这个name 没有问题吧 OK 第二 咱们打印curry里面的say hello的方法 大家请看 Hellocurry 而且注意看 它第一个字母大写了 为什么 say hello 调用的是这个方法吗 对不对 这个方法里面会输出hello 然后是自己self的名字 是谁 curry 然后又调用它一个title方法 把第一个字母大写 所以说咱们这个地方看到的就是hello 大写的curry 第一个字母大写的curry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最后 curry.intro 它仅仅是调用了一个普通的类的方法而已 所以说这只是输出一个implayer 所以这看到的就是implayer 没有问题吧 我这个弄错了 稍等 implayer 没有问题吧 OK 这就是简单的类定义和类的使用方法 它有什么好处 它的好处在于 我不仅可以定义一个curry 我还可以定义其他球员 比如说 再往下看 詹姆斯 可以吧 对 詹姆斯哈登 没错 好 我以定义curry的同样方式 又定义一个詹姆斯 没问题吧 仅仅是在构造器的这个地方 我传进来的是詹姆斯 不是刚才curry了 我变量名可以随便起 ABC詹姆斯都可以 然后引用方式也是 詹姆斯.name 然后是詹姆斯.sayhello 詹姆斯.intro 都可以 使用方法完全的一样 这就是面向对象的好处 对不对 好 咱们运行看结果 Go 大家请看 詹姆斯 hello詹姆斯 然后第一个字母大写 然后呢 I amplayer 这书内容完全一样 这就是面向对象编程 最简单的演示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 是这样 面向对象的编程 在咱们今后的编程过程中 是非常非常常用 从今天开始 咱们如何定义类 如何使用类的概念 您一定要掌握 这样编于今后 咱们其他知识的学习 好 以上呢 就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了 我代码会放到看中国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会传到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OK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